平复悬殊过大不利于社会稳定 联邦政府正在致力通过基础建设扩增和持续投资教育领域 以缩短半岛州属和东马沙巴州之间的发展鸿沟 放眼在2025年让风夏之乡逐步达到摆脱赤贫的目标 首相拿多斯里伊斯麦沙比里在亚币为大马一家愿景沙巴站巡回活动至此时指出 政府正在努力缩小半岛和沙巴之间的发展差距 除了放眼免付费的泛婆罗州高速大道在五年内为沙巴带来显著的改变 也聚焦投资教育事业斥资10亿2000万领级 修期和重建内陆113所破旧校舍 另外经济策划和执行单位也会率先在10个地区 包括东阁 毕达市 古达茅绿 万劳 乌鲁兰 纳巴湾 斗亚兰 石碧丹 宝佛和兰脑落实大马一家消除赤品家庭计划 sebelum ini program Membasmi Kemiskinan dilaksanakan secara silo di hampir semua agensi yang terbabit namun di bawah program BMTKM EPU dan ICU akan menjadi penyelaras menggabungkan semua pihak yang terlibat seperti kementerian, kerajaan negeri, ahli akademik, pihak swasta dan pertumbuhan masyarakat civil untuk mencari keadaan terbaik bagi menghapuskan miskin tegar secara holistik berasaskan lokality 首相强调 秉持大马一家的精神 政府成立了一个由他主导 涵盖沙巴首席部长的联邦级别委员会 商讨沙巴子民在1963年 马来西亚契约条款下 应享有的权益和诉求 包括加强边境管控 重新检讨涉及我国 印尼和菲律宾的三边合作协议 另一方面 首相宣布 即日起沙巴居民 可以在所有移民办事处 更新长期居留证和临时工作准证 纳巴湾和巴加龙岸的居民 也可以在当地的移民局管制站 取得跨境通行证 无需在长途跋涉 到100公里外的根地咬 办理手续 针对佳节期间 机票价格飙涨的课题 首相也表示关切 大马一家愿景的本质 是通过展现更具包容性 跨越宗教和民族的多元与和谐的社会面貌 推动国家达到先进国地位 以及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 而沙巴是不可分割的一环 马兴市电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